夫人,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一路繁花 演播,一念成魔,戴小蕊 后期制作,记 第655集 别装,尚武 成木拿着那把绝世好产 站在门外的一块花谱地上 收复在身后,看着自己的江山 成俊在别装里给他圈出了一块地 专门用来给他实验 佣人带着成文如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成木这高深莫测的模样 他这是在干嘛呢 成文如顿了一下 佣人很恭敬地弯腰 成木先生这是在观察物像 啊,什么玩意儿 呃,成木先生说的,我也不懂 佣人再度低头 成文如走入大厅 佣人适时地给他端上来了一杯热茶 成金他们人呢 成文如朝四周看了一眼 并没有看到成金的人 成金先生他们还在接待客人呢 听到佣人这么说 成文如没敢再问去接待什么客人 瞬间就想起了昨天的婚宴过后 坐在成家大门口 怀疑人生的大堂主 跟二堂主他们 从上次去过阿姆周之后 他就觉得 成郡成金那行人不简单 我三弟跟冉冉他们 还没起吗 成文如接过茶 朝楼上看了一眼 佣人微微地汗手 不多言 成文如往沙发上一靠 挑眉 成郡这个人特别地自律 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 六点起来跑步 曾经让成文如觉得 他就是个机器 人形机器 也有这么一天 楼上 房间一片昏暗 只有几缕光线 从缝隙照射进来 京城几大势力 几大家族都要更新换代 秦燃最近也挺忙 物理研究院的B计划 跟方振博 他都要去管 还有陆之行 在秦室幽怨地挡着他呢 结个婚 他是抽时间出来的 新婚第二天六点 他就迷迷糊糊醒了 只是还没爬起来 就轻动了身边的人 房间没有开灯 昏暗漆黑一片 身边的人似乎也醒了 从背后将人搂得更紧 醒了 嗯 秦燃下意识地开口 研究院 身边的人 慢条丝里地把被子拉上 似乎是轻笑了一声 请教 不过分吧 反正啊 等起来后 已经是十一点了 秦燃把外套裹了裹 慢吞吞跟在成俊的后面下楼 就看到坐在楼下沙发上 已经喝了两杯茶的陈文如了 嗯 十一点其实也 大概 不算是晚吧 秦燃咬着唇 有些认真的思索 陈文如已经喝了三杯茶 磕了半碟瓜子 上了两次厕所 正拿手机看微博呢 微博上对于昨天那场 盛大又神秘的婚宴 热度不断上升 看到两人下来 他实际上 想调侃成俊一番的 不过 看秦燃就在他的身后 陈文如好歹克制住自己了 他靠着沙发 仔细端向着秦燃 又低头 看看微博页面的一条热门评论 祸国妖妃本妃 他正想着 手机响了一声 是大堂主的电话 大厅内都是自己人 陈文如也没有避开 直接接起 怎么了 大小姐 三少的朋友说 京城人皆地灵 要在京城买楼 常驻京城大厦 哪个 好像是F州的人 具体哪个 大堂主也没搞清楚 陈文如不由按着额头 为了不冲撞这些人 昨天陈水特地带着陈文如 一个个去认人了 有些说得语音不详 但是看到那些人 跟巨恶同台 还称兄道弟 陈文如就知道不简单 平日里啊 巨恶一个就足够他们头疼的了 好在巨恶暂时没有对京城有什么想法 这个倒好 还要驻扎在京城啊 陈文如的心里是一万头草泥马万马其飞 他有些心累的开口 你看着办吧 总之 有成俊跟秦冉在 应该不会有人乱来吧 成俊 秦冉那些朋友足足有十几个 程文如挂断手机 朝成俊看过去 三弟 你跟冉冉 那些朋友什么时候走啊 不知道 我休假 呈水子管理 成俊的手机一直在阵 陆赵颖江东燕那群狗东西啊 老是给他发微信 他抽空抬毛看了成文如一眼 有些理直气壮的回答 这个家休得牛逼 休得是惊天地气鬼神 成文如拿着手机 觉得成俑说得对啊 他三弟最近几天啊 可能真的是脑子不好 他觉得这种事 还是跟成水商量比较好 秦冉也在看手机 除了高中大学同学的祝福语 他在其中还看到了 常宁催单子的消息 秦冉随意地回了去休假 就关掉了手机 吃完了最后一口饭 成俊放下手机 抬眸看他 还要去研究院 嗯 秦冉慢悠悠地喝茶 略微思索 今年几大院开会 我不放心 研究院现在全是更替 秦冉手握方印 把研究院从头到尾清洗了一遍 更替了不少人 实验室没去就算了 但今天第一场大会 他不太放心不去的 成俊云分得清事情轻重 他上楼把打印好的文件拿下来 递给秦冉 你整理好了 秦冉喝完一手接过来 随意地看了一眼 挺意外的 成俊亚经常帮他整理东西 无论是研究实验上的数据 还是秦氏公司的大问题 只是这两天 他都没怎么看到他整理这些 成俊去柜子边拿了车钥匙 抽空看的 我送你去 两人跟程文如打了一声招呼 就去物理研究院了 程文如看着两人 有些叹为观止 物理研究院 秦冉结婚 实际上 已经请了有三天假了 掀开头疼地 看着手下的这些数据 他本来是主食业那边的 给叶师兄打下手 并跟着学习的 但是 秦冉请了假 他以前就算不在研究院 也会帮忙远程处理结果 他智商高 尤其是数理方面 连料院士都甘白下风 认为 他是老天爷赏饭吃 虽然 刑开等人 私底下吐槽 说音乐系的院士 也这么说过秦冉 但是 没敢当着 廖院士的面说 这几天 秦冉请假 刑开跟南慧瑶等人 就忙了起来 秦冉这边的工作 确实不好做 好在 有五位教授 跟宋绿婷帮忙支撑 廖院士 看了眼时间 大会已经到了 他放下手机 你们继续看 我先去开会 今天是四大研究院 开年一度的整体会议 不仅是关于 这一年的资源分配问题 也有关于 贡献制度 重新的划分 大会人挺多的 每个研究院 都有中高层的主体代表 看到廖院士 坐在物理院代表的 江院长 站起来打招呼 物理研究院如今人才紧缺 秦冉直接提拔了江院长 同时 为了均衡 他也提拔了 隔壁A大的物理系院长 研究院大部分的人 都是福气秦冉的 不过 也有少数人 有真材实料 并不福气秦冉 这些人 也不是方振博一当的 秦冉就没怎么管 秦冉姗姗来迟 不仅姗姗来迟 还带了个尾巴 承俊 来了之后 也不听今年的资源分配 看的样子 看起来 还有些昏昏欲睡 承俊在医学院那边 也是被挂了名的 台上还在夸奖 他跟顾西池等人 研究出了 对抗外三病毒的药物 承俊懒洋洋地听着 并不在意 只是低头帮秦冉 修改文稿的错处 这一场会两个小时 开完之后 秦冉站起来 回家 承俊收起文稿问他 秦冉想了想 摇头 低声道 廖院士说 男后摇头没有点麻烦 回去看看 行吧 承俊也不太在意 反正都是陪跑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词